你赶紧给我找梨去 我明白了 媳妇 闹了半天你想吃我爸种的那个梨啊 那没出整去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爸现在种不种那个梨 我都不知道了 钱师傅 我也非常肯定了 你已经不爱我了 要不以前你找就去给我找这个梨去了 不是 我告诉你 钱师傅 你要这样是什么的 我就带肚子里的孩子回娘家 回吧 老虎不发威 你以为我是Hello Kitty 你回娘家吧 你这儿不就是你娘家吗 钱师傅 你不用跟我嬉皮笑脸的 你要不给我找个梨 我是让你给我回娘家 不就是我爸种的梨吗 肯定整了 你放心吧 刚才我有个朋友还给我来电话呢 说明天从老家来 你放心我让他给你带点来 真的吗 老公 你真好 把嘴收回家 找不着梨 我跟你说还得回娘家 上哪儿你都整着梨去 酸的甜的还长一块的 什么呀 我赶紧打个电话吧 哎呀 喂 哎 超市吗 哎 你抓紧时间 你找个人 你给我送一箱梨来 挑大的啊 挑好看的啊 赶紧赶紧的 妈呀 这也太快了 空头的 这肯定是快递小 快递小哥赶紧进来吧 哎呀我的天 太快了 快递小哥没来 快递老哥来了 哎呀 爸 哎呀 爸 哎呀 爸 你咋突然来了呢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啊 梦见二米一子 想吃我种的梨 我今天 就给他送来了 爸 你神了吧 刚才二米一子 还给我矫情呢 说非要吃你种的那个梨 说要整不了这个梨 他就回娘家去 是吧 那 爸来 爸是你的救星 爸 谢谢爸 赶紧 刚洗完了在家 赶紧给二米一吃 等会儿爸 我你妈 爸呀 我记得我小时候 你种的梨挺好看的 怎么歪挂烈枣 早就跟你说过 这梨好吃 不在乎的外表 长得多好看 懂不懂 这个环保 是老爸亲自上的农家肥 绝对是绿色水果 真的 吃吧 放心 爸呀 我爸亲自施的肥啊 爸呀 嗯 这个好像有点不卫生吧 你儿媳妇现在正怀着 不让他运的算了 不让他吃了啊 怎么可能不卫生呢 农家肥 农家肥 不是你想象的农家肥 啥呀 就是鸡粪 鸭粪 猪粪 不是我的粪 爸呀 你这粪粪的 你听着都恶心 恶心啥玩意吗 试肥的技术 你忘了 你农村长大的孩子 就是梨花没开的时候 你书根底下 吃点农家肥 不是驴长这么大了 忘了梨生恶肥 懂吗 明白吗 这我还能不明白吗 根吸收那个肥 然后转化到果子上 对啊 那是不是也不太 那个啥 你孙子吃了 是不是发育不凉 怎么可能发育不凉呢 你奶奶怀我的时候 吃的就咱家梨 你妈怀你的时候 吃的也是咱家梨 咱俩发育不挺凉的吗 爸呀 那咱爷俩就更不能吃了 为什么 你看咱爷俩这个头